音樂 我在思考攝影媒材的問題 在線的影像與真實之間的關係 攝影是一種複製現實的媒材 但攝影在線的影像就能代表真實嗎 我認為這就是攝影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想挑戰攝影的複製性 製造脫離現實的幻象 大家好 我是彭一航 是一位專職的攝影創作者 我之前做的是午夜漫遊跟人類園 這幾年在做的是野餐跟雜訊 還有幽靈公園的系列 幽靈公園目前正好在台中的國美館 台灣美術雙年展 情色不如展出 幽靈公園這系列有一點是在延續 那個午夜漫遊的這種狀態 就是在一個長時間安靜的環境下 身體的狀況會變得非常的敏感 那當我看到雕像的時候 我會它給我感覺好像是它 它變成是活的的狀態 那我想要把這種感受性 我的感覺 去透過攝影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幽靈公園這個系列 主要是使用大型相機 使用4x5正片進行拍攝 這個系列的拍攝我都會先進行場刊 首先是看這個雕像適不適合 它的狀況好不好 而且我要考量到它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要在這個周邊去每個角度去觀察 簡單來說就是要跟這個雕像相處一段時間 去慢慢去觀察最擬真的狀態 它其實不看表情的話 它的整體的姿態是有的 但是它旁邊有一個這個人造物 就是禁止停車這個柱子 所以要看一下有沒有角度是適合的 那我覺得後面這個角度是 那可是像它的這個神情 你覺得它夠你深嗎 因為它的像駱駝的特色就是它有風 駝駝 那我覺得就是凸顯它的特色就好 所以你這樣不只是要考慮它的畫面 你還要考慮能不能打光 打光的動線 嗯 然後可能會從那邊 嗯 左邊這個角度 去補中間這一區的光 嗯 不過駱駝也是我剛才思考一下 駱駝跟森林可以搭到嗎 嗯 可能再想一下 這角度也不錯 晚上的話 那個建築物 就 把路燈 現在路燈亮起來的時候是 是很重要的時候 可以 欸 可以預估一下晚上的狀態 拍攝的時候我是使用 呃 長鋪的方式 在拍攝 那我使用強力的手電筒 去做打光 這種光繪畫的方式就是在現場 在不同的角度去做光的描繪 製造出這種光影的氛圍 那這種方式 我是從 在暗房裡面會去做加減光的這種技法 我用到拍攝的時候去做使用 就是從四面八方來的光 它會比較融入在 它會比較像我們日常看到的光的那種感覺 它比較不會那麼刻意 比較不會那麼像是商品 因為我要的不是 讓這些動物雕像 看起來很 很 在這個地方是很突兀的 我不是要凸顯它的奇怪 我是要讓它融入在這個場景裡面 所以我盡可能的就是 把它們的光影處理得更平滑 比較不會那麼硬 好 我覺得大型相機對我來說 除了為了追求大尺寸的細緻度之外 透過這個操作的過程 它有點像是手排車 就是有不一樣的操控樂趣 這個操控的過程 可以感受到一些 平常不會注意到的事情 大相機它的失誤率其實是很高的 你需要精神狀態是非常其中 而且 有一點在 進入某一個狀態 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追求完美的狀 完美不是完美 完美完美的 完美完美的狀態 好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事物很重要它可以移走 所以它的透視 就是在一開始前期就做調整 就把它做好 我現在要縮光圈 縮光圈它才能全景深 然後最好不要有風 這面積蠻大的 所以它 吹到風的時候會 有些微的震動 它就會造成 造成 影像 有一點模糊 在微光的狀態下 底片還是會有那個 相反折不軌的特性 需要更長的時間去補光 超過一秒 或是超過一分鐘 之後就是 Double再Double 原本一秒的事情把它 拖成五秒再做 懂懂 所以你就可以把 這一秒做的 變成是五秒這麼細膩 是 在拍攝幽靈公園的過程當中 遇到的一些挑戰 或者樂趣 你最享受於其中的是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每次都是挑戰 也是樂趣 就是 拍攝的過程中 忘記掉時間的這個感受 就實際可能拍了一個小時 但我感覺就是 實踐一下子就過去了 在深夜去拍攝這些 動物雕像 的過程中 其實常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靈異事件 有時候不全然是 發生壞的事情 像是我們上次 像是在那個 南港公園 要拍攝一隻恐龍的雕像 那當時的狀況其實 那個雕像需要有一點水分 它的色澤才會變得比較好 但是那個恐龍太大隻了 那如果我們要 以人工的方式去 潑水上去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種狀態 可能不適合 這個時候來拍攝 那這個時候突然 過幾秒鐘 一場大雨就下下來 好 幹 變很大耶 那個反光太棒了 就是很表現出 那個恐龍皮很硬的質感 這種就是只有下雨天才有的 好嘍 可以了 好的啊 喜過澡了比較漂亮 就是這樣 拍照之前要拜的就是 要先跟 雕像裡面的幽靈 的靈體 打個招呼 因為如果你不跟它打招呼的話 常會出事 之前才會遇到就是 相機的那個燈突然就沒電 但離開的時候又 又好了 或是回去的時候 又突然有電了 就是突然功能又正常 不是說每個地方都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 會出事的地方 就一直會出事 喔 真的喔 對 就屢室不爽那樣 對 而且各種不一樣的事情 有時候是 底片洗出來是全白的 然後或是 有局部模糊 或是掃描的時候掃不出來 就是會壞鬼 但其他張就是OK的 那時候就覺得很怪 然後就去 就有去廟裡面問 問一些廟工師傅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其實這些比較有形體的 雕像在夜間的時候 他們就比較容易 寄出一些靈體在裡面 所以最好就是 你要拍他們的時候 就是跟他們告知一下 或者是請他們先離開這樣子 比較不會打擾到他們 雖然我也是沒有很信 就是一開始我是沒有再相信這個 但真正遇到的就是真的是 覺得 寧可信其有 滿毛的 對 就是我會 我覺得還是尊重一下 就是我也沒有要做什麼 是吧 那拜了真的是 比較順利 但不一定保證 一定不會出事這樣子 跟我們聊一下這次的展覽吧 你怎麼決定要用哪些照片 因為我這一次是在外的空間展出 這個環境很特殊 它有山坡有樹 看起來像是 像是一個森林 所以我從我的 幽靈公園系列裡面挑出了 可以跟這個場景做對話的 六件作品 當你第一次看到你自己的作品 被這樣呈現 你真的實際它這樣完整 呈現在這上面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什麼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挑戰 那麼大的尺寸 那 輸出出來其實滿爽的 就是有一點是等比例的方式 去呈現了當時的樣貌 當你靠近去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細節 那你可以走近 穿梭在這個燈箱跟樹之間 會有一種生理其境的感受 這次很特別是用燈箱的方式 去呈現我的作品 它在傍晚的時候效果會最好 天光漸暗這個燈也開起來 就會有一種融入場景的這種效果 而且你在拍的時候都是在晚上 對 這樣就可以更可以模擬那個 還原當初拍攝的現場的感覺 最後再跟我們講一下 這次展覽到什麼時候呢 這次展覽到2月28號 歡迎大家來看喔 好 那就這樣子 一定要來現場看看啦 那個跟在網路上看照片 是不一樣的感覺 也跟我們在看影片 也不一樣的感覺 就可以看到 這麼大的 畫面 視覺衝擊 OK 這樣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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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說 我們在拍攝 就是 我們在拍攝 也會在拍攝 可以用在拍攝 會嗎 我們在拍攝 我們在拍攝 的理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